今天是2022年7月1日星期五 时间飞快 2022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 周深在过去的6个月 一共发行了22首单曲 而且还保持着每个月都有新歌的记录 如今新的一个月正式开启了 希望周深能够在下半年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还有大家信心先见的二专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周深过完的话 无法绕开的就是2020年 这一年周深大火了 当时的周深还活跃在网易云音乐 截止到2020年7月1日 所有历史山架艺人中 周深以标升榜上榜221次获得Top1 新歌榜上榜534次获得Top1 另外周深还以 熏云人气榜上榜276次的成绩 被网易云音乐评为 最近几年华语歌手中出圈最成功的艺人之一 另外同样是2020年7月1日 周深还发布了新歌《影》的音乐视频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锦绣男歌衍生的情感主题曲和片头曲 由于这首歌曲的音频是在7月6日才正式上下的 所以小编到6号的时候再多说几句这首歌曲吧 说完了周深的历史 我们再回到当下 周深新歌《万里跳一》 目前在腾讯音乐游你版的实施榜中 依旧战列第一位 不过拉开第二名歌曲的分数 已经不足一分了 看着真的是让人挺揪心的 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忘记助力 这么好听的歌曲 推荐给再多的人也是值得的 另外这首祝福 还拿下了KQ音乐飙升榜的第四名 以及流行指数榜的第十一名 这里小编多说一句 周深的另外一首新歌《万里跳一》 拿下了KQ音乐内地榜和影视进取榜的双料冠军 恭喜周深 另外本周六 也就是明晚8点半举行的 《为歌而战》第二季百战音乐盛典 节目单正式发布了 周深将会带来名为《纪念》的精彩舞台 歌曲纪念是雷雨昕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扬上的歌曲 当时获得了导师刘欢周华健 蔡建雅和雨拳的一致好评 而且该歌曲还获得了十大兴取奖 另外这首歌曲在网络累积播放量已经接近了百亿 同时这也是小编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期待周深的演绎 而且看热度的话 目前全网于《百战音乐盛典》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被提及评测最高的词语就是周深 明晚8点半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关注抖音和折尖卫视 接下来小编还是要说折尖卫视 6月30日凌晨 也就是昨天《奔跑吧》第十季录制结束了 又到了有点山岗的时候了 不过小编这里要说的是数据 从6月1日到6月30日整个6月份 周深成为了全网《奔跑吧》第十季中最热议的嘉宾 再次恭喜周深 当然今晚8点20 大家还要继续锁定新一期的《奔跑吧》节目 而且热词 《奔跑吧》今晚是令人心动的offer 也登上了热搜榜 今晚将会聚焦影视行业 有人为招揽人才使出红身解数 有人能力值拉满 拿offer拿到手软 期待周深的表现 说句题外话 抛开今晚的剧情 周深可是一位已经涉猎影视界 和参加过热人心动的offer的艺人了 说到这里 小编在上一期忘记说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上映的日期了 时间是8月4日七夕节上映 周深不仅支持好友刘童的书 当然还要支持他兼致的电影 你会去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吗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天台更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